好吃嗎? 好吃 吃飯 嗨 大家好 我是愛家 這個時間大家肚子餓了嗎? 又來到了我們的全年新品開箱 這次呢 我網羅了10樣 我很想吃還沒吃過的東西 還有社團討論度很高的東西 我們就一併來開箱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開始吧 GO 然後呢 我要跟大家說 就是我最近購物呢 蠻習慣使用一個APP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APP是 小知足真的很必備 它叫Shotback 因為它裡面呢 有一個叫發票回饋的功能 就是讓你維持呢 原本的購物習慣 像我本身就喜歡去全年購物嘛 你在實體店面購物呢 只要多一個步驟就可以享有現金回饋 就是等於說 你買了原本你就會買的東西呢 它還可以得到額外的回饋金 這樣是不是很棒呢 那我們今天開箱的東西呢 通通都是有現金回饋的 那我們就在影片結束之前了 看我們這次可以領到多少的額外現金回饋 開始 首先呢 這個是法式奶油鬆餅 售價75元 它現金回饋有5元 這個是封割要求 一定要先開的 所以我剛已經打開了 它裡面是單包裝 總共有10小包 它裡面呢 是這種格子狀的鬆餅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它跟我想的不一樣耶 因為它是有厚度的 它滿厚的 然後吃起來是很酥脆 而且我覺得這款甜度沒有很高耶 平均一個7.5塊 我覺得還OK 就放在包包滿方便拿出來吃的 而且它真的沒有到很甜 10分的話 我給它8分 你給幾分? 幾分? 10 10 10 接下來呢 這個是 艾滋味跟Coco一番屋聯名的 咖哩豆腐 售價52塊 現金回饋是3塊錢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很妙 因為我那時候一看到 就覺得很好奇它的味道 而且它是五星樹 植物五星樹等於說 吃樹的人也可以吃 咖哩味還滿濃的 但是覺得好像很稀齁 我想要整個一起拿去微波 其實它冷了就可以吃了啦 我們的咖哩豆腐微波好了 它其實分量不算多齁 它很重口味 真的喔 它看起來還好 它非常的重口味 然後它咖哩是帶有點辣度 我覺得我飯這樣 真的很剛好 又是一款白飯小偷嗎 真的 它非常非常的下飯 它真的有辣 這是小朋友可能不能吃 欸我喜歡這一款 我喜歡這一款勝過它的麻婆豆腐欸 真的 我本身 蠻喜歡吃咖哩的 所以我覺得它咖哩味是好吃的 它的甜然後帶點辣 小辣程度 如果你是一個對肉很執著的人 你就會覺得好像稍微空虛一點 但我覺得它是真的好吃 10分的話 我給它8.5分 9分 你不喜歡咖哩給那麼高分嗎 沒有我蠻喜歡這款咖哩的 下一個這個呢 是Niseko的北海道牛奶烈乳雪糕 售價125元 現金回饋是7元 風哥已經迫不及待了 裡面四隻 大小大概這樣 不要打開 給你 牛奶味應該很濃郁吧 牛奶味超濃 這個是什麼 牛奶啊 其實可以看得到它中間呢 有一點夾心 它外面本身的牛奶雪糕 就很好吃 牛奶味很濃 然後你吃到裡面夾心的部分呢 就是很像你吃煉乳 把它有點半凝固的狀態 夾在中間 所以它甜度更高 但是這整個奶味超濃 欸 很喜歡奶味人家會喜歡這一款 風哥是成這樣子 風哥就是喜歡奶味的 每天都在喝奶奶 乳醋味乾的 我最喜歡的 10分的話呢 我給它8分 我覺得它就是一款 很安全 怎麼樣吃都不會難吃的冰 前陣子社團討論度非常高的 日清拉網 豚骨 非油炸素食麵 售價149元 現金回饋是8塊錢 是一款高級的泡麵 因為其實我個人非常的喜歡吃拉麵 小編也是 所以我就覺得這款我們應該 可以來嘗試看看 裡面總共有5包 一包平均大概30元 還OK OK喔 對 但它其實不大包喔 滿小的喔 它一包只有89公克 那我們現在先去煮拉麵 GO 我覺得聞起來超香的 我是用它指示的500cc的水去煮 我覺得它是重口味 對 濃 它其實麵蠻厲害的耶 煮4分鐘 麵是硬的 其實有一點點 吃拉麵的錯覺 一點點 不過我覺得它湯 還是會讓你覺得 有泡麵湯的味道 30幾塊一包我會買 30塊一包 30塊一包我會買 你還沒吃你就知道你要買 看到這樣我就會買啊 媽咪媽咪 我覺得以30塊來說 它的味道是及格的 分量也大概是一人份 你覺得呢 我覺得湯頭 雖然不是很豚骨系的那種濃厚 但是它味道真的滿重的 對 它是重口味 鹹度比較高 麵體真的還滿接近拉麵的 對 其實我覺得它表現得還滿不錯的 它的顏色它的硬度都很像 對啊 30塊可以 10分的話我給它 7.5分 你咧 我9分啊 下一個呢是中翔地瓜酥 它有原味跟糖心子口味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吃地瓜片 所以糖心子口味這讓我滿好奇的 對耶 它的份量呢大概是 半包左右 糖心子口味 原味 那我先吃吃看糖心子 很奇妙的口味嗎 它很好吃耶 它的辣只有香氣不會辣 它的糖心整個香氣滿重的 可是其實我覺得它這一塊 就是帶點甜鹹甜鹹 它有點鹹 不過它幾乎真的不會辣 就只有那個香氣而已啊 對 而且吃進去 你聞到那個辣粉的香氣 嗯 但舌尖完全沒有感受到辣度 對 但我覺得它是好吃的 它滿帥氣的耶 但滿鹹的是真的 要吃一個嗎 嗯 嗯 好 好 給妳一個 吃上原味了 原味就是一般好吃的地瓜酥 它的成分是滿甘醇的啦 不過因為它有另外添加糖 所以我覺得它比較甜一點 因為有的地瓜酥其實它不會另外添加糖 有的味道 對 10分的話呢我給這兩款7分 我覺得也算是安全牌的零食 然後如果對糖心植有興趣的 我就可以嘗先試試看 因為它真的不會辣 只有香 真的厲害的 好勝地 蘆薈露 三罐露 售價95元 現金回歸是7元 為什麼我也想喝這個呢 因為前陣子我去熱炒店 其實熱炒店很多都會放 這種蘆薈露 嗯 有 我覺得整個突然好想喝喔 然後結果我過學年就發現 它竟然有賣這個 我以前都不知道耶 感覺好復古喔 不是 它的名字也很復古 它裡面可以看得到蘆薈的果肉 在飄冷 熱炒店蘆薈露的味道 雖然牌子不一樣 而且我覺得它果肉還滿多的耶 這個蘆薈很降火氣非常好 蛤 我也有 而且我覺得它甜度不會太高耶 你喝喝看 哇 我上次都應該十幾年前了 其實我去熱炒店把它喝蘆薈露的 如果大家懷念這個味道 真的可以去買看看 10分的話我給它7點5分 就是喝一個復古的感覺 接下來呢 這個我也是看社團很多人大推 這個是可國美的奶油雞肉粉紅醬 售價46塊 現金回饋是4塊錢 它一包大小就是這樣 那我們先去加熱吧 好了 我們煮了義大利麵搭配這個粉紅醬 其實如果想吃的話 我覺得好像自己再加一些配料 會看起來更豐富一點 但是這個醬聞起來非常非常的香 我這麼覺得義大利麵很像吃拉麵的感覺 它的醬是很夠味的 我覺得它是走溫和型的 它的口味呢 不會太酸 也不會太重口味 但整體覺得滿濃郁的 我覺得這應該是比較屬於 小朋友會喜歡的口味 我覺得你少看看 那我覺得它就是滿典型的番茄肉醬 好像混了牛奶的感覺 那種溫和感 很保守的味道 就是大家都會喜歡的 對 10分的話我給它 7分 下一個這個呢 是一個很胖的零食 珍妮柏滾動爆米花 這個是花生醬口味 售價59元 現金回饋是7塊錢 它呢 它標榜它是 JIF 美國銷售No.1的花生醬 我沒有吃過JIF的花生醬 我也沒吃過 我就是因為看到這句話 我就想買 而且因為我個人非常喜歡花生口味 感覺它外面那一層糖液 裹得滿厚實的 它花生是吃了很多顆之後 會覺得濃郁 不然一開始吃前面一兩顆的時候 會覺得 還好啊 就花生 我才吃兩顆所以覺得還好 但是它其實 停留在你口腔裡的那個花生味 停留滿久的 它會尾韻慢慢一直 有那個花生會出來 濃郁的花生 濃郁的花生 不過這款同時 我覺得也滿甜的 容易越吃越膩 嗯 它這一包90公克 熱量471.6大卡 哇 但我真的覺得 它就是算是吃了會覺得 很幸福的甜點 10分的話呢 我給它7分 最後一個呢 也是最近很夯的 不倒翁DIY煎餅粉 售價66塊 現金回饋呢 是5塊錢 我們呢 等一下就是要去做煎餅 我今天有準備一些配菜 就是韭菜跟一些海鮮 然後我自己做了醬汁 它這一包是500公克 讚 我覺得好像已經是做完有點太多 我先做一半 嗯 那我們來做煎餅吧 這是250cc的粉 所以我加400cc的水 粉我們已經拌好了 那我先加入韭菜 也可以加蔥啦 什麼都可以 我們的海鮮煎餅做好了 其實我覺得蠻快的耶 而且蠻簡單的 我還自己調了醬汁 醬汁我是上網看比例的 欸我覺得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真的很好吃耶 它皮酥酥的 如果你想要整個很酥的感覺 我覺得重點是不要放太厚 然後你料也不要放太多 你用薄薄的一層 油要放 因為油要放多 它才會很酥 而且這一片煎餅 大概用不到一半耶 而且它可以做出好多 這款粉真的很方便 推推 10分的話 我覺得我今天做的這個海鮮煎餅 應該有9分 哈哈哈哈 喔有9分 好啦我們今天呢 品項10樣都開箱完畢了 請問小編你最喜歡哪一個 海鮮煎餅 真的嗎 對我覺得還不錯 其實我覺得海鮮煎餅真的很適合買回家做 然後我覺得 咖哩豆腐 我滿驚豔的好吃 嗯 然後小編應該還喜歡 拉麵也不錯 對 拉網 其實我覺得今天開的都沒有很雷 那我們今天呢 總共獲得的現金回饋是 54塊錢 那總共花了多少錢 總共花了759元 喔 所以有95折以下的優惠 對因為其實你買一樣的東西 是這些我本來就會買的 嗯 但是它額外還有54塊 你又可以去買其他的東西 嗯 是不是也很好 對耶 而且只是多一個步驟而已 而且我們今天開箱很多東西都是新品 它App上面都有了 嗯 是不是update的很快呢 真的耶 它能使用的通路非常的多 像Seven啊 全聯啊 佳樂谷 去城市 OK 好雅 全家 大潤發 愛買哪有附 美聯社什麼 通通都有 就是呢你只要在結帳前 先領取優惠 這樣就可以獲得回饋了 然後提醒大家呢 因為它是每週更新一次 所以上面會有使用的期限 就是一個禮拜 會有日期 然後也會有標註說 每樣東西回饋是一次 多次 還是幾次 所以大家注意看 如果是紙本發票的話呢 可以直接用掃描的方式上傳 它這樣就上傳發票了 然後也可以查看明細 或者是直接綁定載具 然後它有一個功能叫優惠快收 就是你可以馬上去掃描它的條碼 就知道它有沒有現金回饋了 像我現在每次去超商或去賣場買東西啊 我都會隨手拿起來先掃一下 如果有我就馬上領取優惠券 再去結帳 這樣就能獲得回饋金 最後呢 我的資訊欄也會放上我的優惠碼 假設你有下載Shotback這個APP的話呢 你直接點選連結 它就可以直接幫你帶入優惠碼 如果沒有的話呢 你也可以直接在Shotback的 約換碼欄位 直接手動輸入我的優惠碼 你只要完成發票回饋的首購呢 你就可以獲得最高100元的回饋金 所謂的100元回饋金呢 是假設你今天買了一個150塊的牛奶好了 那就可以回饋你100塊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買了一瓶30元的飲料呢 它就是回饋你30塊 那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領到錢呢 其實它回饋金有個審核期 所以大概是7到21天會到你的帳戶 只要你滿200塊呢 你就可以把它提領出來 就是現金200塊 那我們今天開箱呢 就告一段落了 如果對我們今天開箱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趕快去買來吃吃看 那也別忘了試試看 發票回饋的功能 因為可以讓你積少成多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為止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還有開鈴鐺 然後記得要分享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